快乐是什么 快乐就是当你 谈点高手怎么藏私房钱 天哪 他把私房钱藏在了脚底的死皮里面 有这种操作 这个私房钱藏呢 真的是有难度 我觉得小偷都不一定能发现 如果你的脚底没有那么多死皮的话 我想这个钱你应该是藏不了的吧 我这次藏钱 方法是好方法 就是比较费胡萝卜和瓜子 然后拍个照片 发到我的朋友圈 如果这次藏钱 我会买一把好烟 然后拍个照片 发到我的朋友圈 如果这次藏钱 我很怀疑我家的凳子 到底是不是黄瓜做的 藏了一块钱花了更多的钱 你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呢 私房钱的地方被老婆发现了 干嘛 哇 钱藏的再好都不容我俏的好 你们学会了吗 我们看看藏私房钱的英雄凯博 到底多会藏私房钱 家里已经有着数不清的相框 后面都藏着钱 我没负买 快点 还有一张相框 还没挂满 他这是不是藏钱强迫症啊 如果没有签买的话就不行 种的菜里面难不成也藏了钱啊 哇 不要让我说第二遍 居然有保险箱 我真的忘了 你都说是吧 我给你俩的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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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袖子里面也有 这简直是意外收获呀 哈哈哈 你说得的衣服你还有 哈哈哈 藏钱也是吧 啊 这藏钱的技术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 不过家里有这么贤惠的老婆 为什么要藏钱呢 这很显然就是白天藏的钱 根本把晚上开灯这回事忘的一干二净 所以啊 藏钱还是一门技术活 得好好学学 桌上有好多钱 看看他是怎么智取零花钱的 这么大胆的吗 大高一尺 磨高一丈 这个方法很妙 不过就是有点废交代 用这个方法来藏私房钱 估计钱坏了 你都不一定能找得到 这个私房钱藏的虽然隐蔽 但是怎么拿出来呢 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有用 他不仅教会了我们怎么藏私房钱 还教会了我们怎么修门 藏的钱又被老婆发 男朋友在家藏了个ITM机 女朋友想让他打开 他说需要激活一下 激活的方式就是要钱啊 给你 付出来还要卡 这是一环套一环呀 冰箱里面 又是冰箱里呀 不会吧 可乐里面藏卡 怎么进去的 真行啊你 卡都跑坏了 这样能用吗 打开 嗯 输入我购吗 还有密码 密码在哪里 密码不是六倍数吗 为什么要到军里面去找呢 找密码 太难了 藏个钱真不容易啊 哇好多钱 这是什么 还有啊 天哪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还找着呢 还有螺丝密码 DL DL 找 找着 太厉害了 一环套一环 真的太厉害了 哦 这又是就啥 看到了吗 这张平面图上的红点啊 全都是他藏私房钱的位置 有多少 花生也能藏钱 怎么进去的呀 有人 这一片是不是确定没有了 看他的眼神就知道这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这果然啊 乱无都可藏私房钱 这么多私房钱都被查了 心里肯定不开心嘛 不过我猜他肯定还有很多藏私房钱的地方没有被发现 你头发乱的 顺便把头发剪你 诶 一提到剪头发 他就精神了 这肯定有事 我哪都不想去我就想再在家 你要不想出去我就帮你弄 你看我们家什么都有 你又不知道我是不是什么发型 我不要你弄 都跟我自己去理发店 估计 头发里面也藏私房钱 不是 我给你弄个发型 听讲我都能给你弄 今天怎么回事 我就今天不要让你弄 走 你要早这样听话不就好了吗 终究是干不过 还得乖乖的去剪头发 哇 真藏钱啊 想不到 头发怎么藏进去的呢 见过把钱藏在地球仪里面吗 它本来就是一个圆的 平常又不拆开 谁得想到里面会藏这么多钱呢 这得有多少钱啊 感觉它的小动作有点多 不就又藏了什么宝贝吧 果然还藏了一块头发金条 肯定还没完 我估计里面还有东西 又发现了一把钥匙 这是哪里的钥匙 大家猜猜这把钥匙到底是哪里的 反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门都打不开 什么洗手间呀 卧室呀 保险 你可以 你可以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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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吧 你就不能这么简单 这个门根本就不在这个楼上 还要坐电梯 他为了藏私房钱 自己还买了一个地下室 我没记得我买地下室啊 我买 你哪来的钥 这个头脑真的是太厉害了 难怪人家可以藏这么多私房钱 地下室里的私房钱是怎么藏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拜拜 拜拜